欢迎来到陈世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勇夺2024金曲榜音乐冠军 年度人物志在必得 肖战太强势 近日就在大家关注微博音乐盛典的时候 肖战在不知不觉中 肖战勇夺2024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冠军 这就是肖战的实力 不仅仅是优秀的好演员 也是唱功不俗的歌手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还俨然成为了年度人物的有力竞争者 看起来也是志在必得 肖战有这个实力和资格 非常强势 据悉 青年演员肖战勇夺2024金曲榜音乐冠军 举办方直接为肖战颁奖送祝福 殊不知这不是第一次了 肖战经常收到来自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颁发的荣誉大奖 是当之无愧的全能型艺人 唱跳俱佳 演技精湛 另外在微博音乐盛典的舞台上 年度人物看起来也是志在必得了 肖战获票率非常高 直接得到了2000万的推荐量 内于独一份 非常强势 不可阻挡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为肖战鼓掌喝彩 看到肖战的荣誉来自四面八方各个领域 都非常开心 这还是对肖战实力的认可 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派演员和歌手 其实个人钦佩肖战的点不仅仅因为这 更重要的是肖战的态度和品质 是名副其实的优质榜样 问心无愧 总之恭喜肖战 肖战获奖不是稀奇事 肖战配得上这样的荣誉大奖 希望肖战继续努力 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歌手 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正能量偶像 肖战发展前景一片大好 未来的肖战 一定可以再创辉煌 继续努力 越来越好 肖战荣登吉林卫视黄金档 小飞侠也收到请柬 肖战魅力大 近日 肖战影视剧领域可以说是多点开花 其中青年演员肖战还荣登吉林卫视的黄金档 肖战主演的梦中的那片海 在吉林卫视热播 这就是肖战作品的影响力和魅力 卫视上星热播 这已经数不清楚是肖战登上的第几家卫视平台 更数不清楚是肖战第几部作品获得的殊荣 实在是太多了 霸屏模式从来都没有关闭 另一边肖战粉丝小飞侠也收到了请柬 吉林卫视大大方方邀请小飞侠前来打卡 这就是肖战强大的魅力 能够做到这一点 实属不易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看到这样的盛大场面 也都被震撼到了 肖战真真正正诠释了得到多助的道理 认可和喜欢肖战的朋友们越来越多 这可不是吹出来的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也是一位娱乐圈里人尽皆知的正能量偶像 支持这样的肖战 无可非议 总之祝福肖战 也恭喜梦中的那片海剧组 确实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值得如此 希望肖战顺顺利利 特别是在德显景志剧组拍戏 一定要顺顺利利 期待早点见面 肖战很棒 前程似锦 著名纽约时尚杂志时尚圈周总结 肖战Tops秋冬广告大片排名第一 巨星就是巨星 不打折扣 近日 著名纽约时尚杂志Fashionist 上周时尚圈活动 总结新鲜出炉 肖战携手Tops秋冬广告大片 排名第一 在此之前还有过一期时尚圈周总结肖战也是排名第一 上榜活动是肖战的Gucci全球秋冬广告大片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肖战携Tops广告大片登顶 也是再次超越两位知名的西方男星 这两位知名欧美男星分别代表另两个国际奢牌的秋冬活动 来自我们中国的肖战成为总结文章中被首要提及的时尚圈名人 文章用引起轰动来形容肖战此次活动的影响力 骄傲啊 这可不是区域限定的粉丝自嗨 这是实实在在来自于真正国际时尚媒体的认定 肖战的国际影响力依旧是让人羡慕的流鼻血啊 肖战的商业价值依旧是内于天花板的无带餐的存在 不管其他家艺人粉丝拿什么样的商务来对标肖战 肖战的商务宣发牌面都是他家难以忘其项背的存在 文章总结里引起轰动这四个字用得恰如其分 肖战就是行走的流量 自带百万宣发 引起轰动是一切有关于他的消息出现时最贴切的形容词 肖战两次米兰之行 所到之处 交通瘫痪 人潮涌动 此起彼伏的呼声呐喊声 向你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什么是巨星降临的盛大阵仗 代言高奢品牌里最重要的成衣 最核心的手带 最瞩目的珠宝 这些拳头项目肖战都有 肖战代言的所有奢牌 都有全球大地广 世界各地的豪华商圈里 都能看到这张帅气的中国脸 核心商圈 主流刊物 杂志广告 超级定制 可以说一个品牌可以给到的所有的优待 肖战都有 肖战也带着品牌的名字一次又一次起飞 肖战的巨幅海报也会成为潮流单品 被众多网红博主纷纷打卡大火出圈 不仅国内还有海外 这样的影响力 内娱绝对仅此一人 你说奢牌为什么爱肖战 这就是答案 这样有着顶级时尚表现力和影响力的代言人 谁能不喜欢呢 肖战新物料惊喜不断 获颜值教主称号 颜值认证名头多 肖战最近新物料也是又让大家惊喜不已 肖战再获颜值教主称号 颜值认证又多了一个名头 怎么回事 难道我又断网了吗 今天看到有网友说肖战是颜值教主 竟然从心底狠狠认同了一下 最近肖战的颜值确实又把大家震撼到了 肖战的颜值 粉丝实在没办法替他低调 客观来说 肖战实实在在是一个很低调很低调的人 一年多的时间都在剧组拍戏 几乎没有参加什么活动 但是张扬的外貌注定让他无法享受这种低调 他就是那种都注定不在江湖 江湖却到处都是他的传说的那种人物 不要说大帅哥本人的事了 就是挂蹭上了他的名字的话题 都是汹涌流量滚滚而来 肖战虽然很少露脸 但是每次露脸都会惊艳众人 次次都是有效露脸 禁组得闲紧致之后 肖战的最新的公开露面就是品牌的直播活动了 栗子头装发造型确实又让肖战的颜值再攀了一个高峰 颜值教主的名头就这么来了 其实 有关肖战颜值的名号真的是太多了 女娃炫技之作内鱼颜值天花板 行走的五位 风景区 炎斗罗等等 这些个名号一叫出来 大家都知道这就是肖战的专属 绝对不会弄错 虽然肖战本人一再说自己只是普通好看的人 长了一张大众脸 可是世界首帅的名头接连送到他手里好几年了 喜欢肖战的朋友们都说肖战的颜值是他有众多优点当中最不值一提的一点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美东西总是让人愉悦的 颜值也是很多人喜欢肖战的起点 始于颜值 现于才华 终于人品 从颜值而来 但终究会折服于肖战本人 肖战就是一个宝藏艺人 长粉长心 粉了多久也不会有审美疲劳 肖战治好了内于多少人三心二意的毛病 一入肖战身似海 这不是说说而已 肖战这样的盛世美颜 越放大越好看 就是为大荧幕而生的脸 也希望肖战趁着自己的当 打之年多多拍戏拍好戏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留下自己经典的作品 留下自己盛世的容颜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